国泰政策好飘奔 国泰政策好飘奔 喜欢啃啥就啃啥 喜欢啃啥就啃啥 工潮升级 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 决定在星期四早10点 包围国泰城 因为不满薪酬 待遇被剥削 工会成员继续抗争 星期三大约有400人在机场静坐 有刚下机的员工 也加入抗议队伍 成员会抗争到底 入职19年的孔小姐 就不满国泰将法律保障 条文三除 怕以后会欠缺保障 在Inflight那里如果我们 一旦得罪了客人 或者是有什么事 他如果那一刻 我们推他 弄傷他 或者是大家推撞之间 或者是有推撞 如果是弄傷了的话 他如果我们自己弄傷的话 那时也会不及格 如果是弄傷客 那客人告我们 那时也会不及格 也有员工 不满国泰单方面削減 膳食津贴 我们人工本身是不算高 那然后有很多时候 我们会折衣缩食 去到Outport 拿了些Allowance 宁愿可能是陌冬奴的 那剩下的钱 可能多一点 帮补家 帮补自己 那当你由60元 减到35元 就是差不多一半 那你所省到的钱 会变少了很多 国泰航空行政总裁 朱国良 就首度回应公潮 他说减津贴是有根有据 因为外站部分餐厅的价钱 也有所下调 又说国泰不会停止向员工提供法律支援 公司愿意坐下和工会解决问题 但工会主席黎玉蝶就说 不觉得资方有诚意会谈 决定在星期四早上 发动包围葛泰城行动 在8月也很大机会罢工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 就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如果有需要勞工处会提供调停服务 ONTV都网电视新闻台报道